国民党2024大选最终将提名谁来角逐备受各界关注 而兰赢党内的态势现在似乎有逐渐明朗化的趋势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今天对外喊话 表示党内目前态势已经相当明确 就是侯友宜 黄建廷认为现阶段侯友宜已经算是表态了 也是实力最强的人选 下一步就是进行泛蓝阵营的整合 前立委刘胜良在主持退休军工较警校总会活动时也表态 侯友宜资历丰富是众人心目中的理想候选人 而针对侯友宜越来越有等待黄袍加深之事 民进党今天也召开记者会炮轰 新闻部主任张志豪直言 侯友宜都还没进议会受监督就准备落袍选总统 批评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新北 最直接的就是影响新北未来的发展 瑞瑞也向他集体喊话要侯市长好好上班 不要满脑子只想等上场 甚至把市府当成个人的竞选总部 虽然蓝营党中央释出侯友宜就是最强人选的讯号 蓝营基层对于究竟如何选边站仍然意见分歧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就明确表态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是更适合2024的人选 要侯友宜好好留在新北发展 而近期动作频频的郭台铭目前仍在日本出访 今天他也在脸书发文分享此行拜会的政要名单 以及聚焦的台日合作内容 更不忘雨带玄机的喊话 这才是让台湾经济前进的方法 并指台湾需要一个很棒的CEO 来做到过去做不到的事 以上是记者陈宜君整体报道 пал一扇 5 6 8 5 5 6 6 7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